ied 小夕 咱们学校也太气派了吧 京大 我终于来了 京大 我们来了 能不能行 你看看你能一个样子 没见过谁 真是 不要给我们江门人丢人好吗 王 João 你们往那边走,那边就是 你们往那边走,那边就是 那个好,那个好,那不行 还行,何光宇 看这么长时间,就没看中呢 没有看上眼的 你都踏三了 对啊 差不多谈个黄昏恋吧 凑凑得了 像我这样才华恒意的美男子 当然得精挑戏去 你不懂 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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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都就行了 看啊 看什么呢 看什么 看什么 听说学校后面有一个人工湖 特别好看 别怪什么人工湖 你们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三哲学系的何光宇 同时呢 也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 现在我在做迎新 哦 师哥你好 师哥你好 我们是新来报到的 我是金管系的夏林熙 你好 师哥好 我是中文系的顾小曼 这是陈毅川 你好 我是陈毅川 我是陈毅川 我是今年计算机系的第一名 小川你低调点 这是精大 学霸遍地都是 怕什么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是靠加班上的精大 我可是今年 比分数线高了三十法呢 要不然这样吧 我带你们转一转 好 好 那个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女生宿舍怎么走 要不然你去问问他们吧 好吧 好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加个微信 然后之后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好啊 好 来我送你们 来 师哥我还没嫁呢 新闻部部长 苦苦寻秘艺知己 月色雪色 谁是我的第三种角色 来来来 咱们走吧 好好好 走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前面就是咱们的图书馆 然后这个食堂 二楼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面 到时候带你们去吃 我记得秦云科 说我们一起去吃很好 我们一起去吃 好 芸汐师妹 你喜欢吃什么 师哥都没有人 不用麻烦了 师妹 你老家哪里的 我是姜明的 姜明 香的重重 师哥帮你拿 不用不用不用 有人帮我拿了 妈 哦 师哥 没有人帮他拿 不过他力气很大的 他不需要别人帮他打 哈哈哈 师妹 你什么星座啊 巨蟹座 巨蟹座 好 师妹 你有什么想知道 都可以来问我 师妹 你是什么星座的呀 哪一年的啊 嗯 师哥 新生开学 你肯定很忙吧 我自己走就行 不用你费心了 我不忙呀 哎 今天若是离开你 我绝对会后悔的啊 要不然 这样吧 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 然后 让彼此多一些了解 你觉得呢 师哥 中文星座 我对了解你没有兴趣 没有啊 师哥过家了 兴趣是可以陪着我 你哪个星台啊 计算机器 是吗 是吗 好厉害啊 师哥 是这样的 我之前来过京大 我可以自己找到秦师的 来 师妹 我帮你他吧 帮你吧 别把箱子还给我 让自己来就好了 多光云 秦月哥 秦月 他怎么来了 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了 你们俩认识啊 不愧是我占了三年的CP 好帅啊 这才叫英雄救美嘛 但是我也不知道 学着点儿 无聊 秦月师哥 我先回宿舍了 好 那一会儿见 师妹 我也送你回宿舍了 不用了 谢谢 我们走吧 秦月 讲点儿规矩就行吗 这是我先认识的小师妹 要不要脸上来就牵人家小姑娘的手 你是她男朋友吗 小夕是从小住我隔壁的妹妹 我们手拉手一起长大的 而且何光云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随便纠缠你什么 尤其是她 你再敢靠近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小夕 我好羡慕你啊 别说话 这算不算是会长大人 再利用职务威胁我 大学三年都没有把你的思想品德教好 我真的建议你回炉重造一下 不然真的对不起你的思想品德老师 你再说一遍 小夕 我们走 好 好 什么意思 那边呢有个便利店 一般大家都去那儿买东西 好 然后您往右看就是食堂 然后这个呢 就是你们新生的宿舍 嗯 我宿舍到了 我就先进去了 吃个拜拜 吃个拜拜 其实不用了 你给我我自己拿就行 没事 没事 学生会长秦月 那女孩是谁啊 秦月哥 我自己拿行李吧 没事 你走了一路肯定累了 我帮你拿着就行 我不累 好吧 走吧 我帮你拿吧 秦月 这么巧 你也在宿舍啊 嗯 难得回来 外面项目我做完了吗 哦 还没呢 我就回宿舍拿点东西 行吧 没事 我帮你 哦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石银 你的直系实际 是京大计算机校队 唯一的女队员 也是学生会的副会长 哦 这是灵溪 是我 师姐好 我是秦月高中的师妹 也是今年进管系的大一新生 请多多关照 呃 灵溪对吧 那正好 我帮你搬上去吧 好 今天就不用了 今天学校刚开学 女生宿舍不是允许男生金吗 这么重的箱子你也不好拿 也是 我们走 好吧 那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 就当给师妹接风洗尘了 嗯 我下午还有事 咱们改天呗 改天我请 咱们吃顿好的 好吧 行 走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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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夕 啊 请示蚊子多 我帮你到蚊杖装上 到时候你用的时候自己拿下来就行 哦 秦月哥你不用帮我了 你不下午还有事吗 你先去忙吧 没事我还有时间 正如的 好 哎 哎 哎 是你啊 你好 我叫夏令熙 嗯 你好 我是庄飞 哎 哎 你们先忙 我去收拾一下 小夕 嗯 您师优远来了 要不你们先聊一会儿 反正委叔叔差不多了 有什么事再喊我吧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吧 行 嗯